我们在土耳其了 我们现在在土耳其欧洲的部分 然后在海边正好是欧洲的尽头 然后那边就是亚洲的开始 穿过那片陆地就直通亚洲中国 土耳其人带来日光浴啊 这边就是马尔马拉海 然后吃这个地方的水是非常深的 因为它这个伊斯坦布尔没有海滩 很多人都在这个海里游泳 这个水很凉而且很深 水性不好的人是不敢带着游的 它这游泳的都是老年人居多 还年轻人很少 它上来想找你 海边到时候都是狗和猫 还有螺蛳鸟 人和动物在这里很和谐的生存在一起 越走海滩的人越多 这个石头挡浪巴的人越来越多 而且风很大 它这上面在石头上游泳真的很危险 因为一旦受伤它这个都是很尖的 然后上面全部都是人 满满的 全是男人没有女人 而且都是老人在这里游泳 很多人 然后我们现在再往前走就绕到这个老城 我们现在就绕到这个老城区的欧洲老城区的尽头了快到了 因为我们一直沿海岸线走 知道土耳其人确实挺休闲的 不知道年轻人都去哪了 都是老人在这里游泳和钓鱼 而且他们都挺结实的长的 挺壮实的 我们一直沿这个马尔马拉海沿岸走 右手边走了将近一公里了 都是托普卡帕皇宫 这个皇宫还真的是挺长的 马上就要走到这个皇宫的尽头了 海风吹得非常大 而且这个海味非常重 对面就是亚洲 万里长江横渡 这个厉害的 这个 这么大的洋流在里边游泳 我厉害 它游不过去洋流太大了 而且它海里还有很多人 那些人就是想飘回来都飘不回来 在原地很恐怖 我们看到远处这些人 刚才还在离我们很远很近的地方 一会就被冲这么远了 真的挺厉害的这些人 还在打着 它这个海流速度非常快 这些人全都冲走了 你看冲多远 刚才就在我们跟前一些人 然后这个人他冲不动 然后又回来了 你看那人飘多远了 你看他的速度多快 你看了吗 你看他们速度多快飘的 还在找手呢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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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找手 还在跟我们找手呢 已经都剩一个小点了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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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短几分钟就飘的 就看不见了 还在摆手啊 看不见了 哇 他的洋流速度非常快啊 土耳其人圈是挺皮式的 然后这个石头这么硬都在上面躺着 而且都不是平的石头 有很多人在这游一下就 而且这边还是船的航道 很多船离得非常近 然后他们就在里边游泳 又有很多人从这飘过去了 刚才在很远 现在很近了已经 一会儿又飘没了 然后又有两个人飘过来了 这边根本就不用油 只要扶着就行 那个洋流会带着你走 看刚才两个人去哪了 哇 就飘那去了 这个速度太快了 这个洋流速度 飘那么远了 看了吗 看了吗 然后就近这两个人还在这 你看跑这来了 你看这么快的速度飘走了 我们再看一下他的船 离他们很近 都是船 主要离这个岸非常近船 这边有这个朝圣的穆斯林 在朝买家的方向的敬拜 走到了他这个军事坦丁堡城墙 这个城墙已经非常残破了 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 他被攻破到现在也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这边是一条环城路 沿路没有一个这个人行道 但是为了体验一下这个1500年的历史 我绝对冲过去 我看两边的车速度非常快 好准备冲了 好了冲过来了 摸一摸这个历史 是这面墙可以说就是改变整个欧洲的历史 可说这边就是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历史的一个化界 守住这面墙就守住了欧洲 攻破了这面墙就等于攻入了欧洲 这可以说欧洲大本营的最前沿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墙下 我已经封湿的非常厉害了 而且这个材质非常复杂 既有砖又有石头 还有一些填充材料 好像是各种沙浆 砖 青石 这好像是烧了陶土还是什么的 各种材质 非常复杂 这也是烧的陶制的 它这个复杂程度是不光是历史沉淀 因为在1453年 它这个军事坦丁堡之围的时候 当时用沃尔班巨炮 轰击城墙 各个城墙都有破损 破损之后 他们当时一发炮弹的时间 要三个小时才能装填一次 所以很多材质 都是当时可能是填充的 因为当炮轰击之后 它就会填充一些别的物材料来守住 你看这些石头 砖石都已经非常松了 风化的很厉害了 现在正在维修 这些都可能是当时巨炮打的痕迹 然后一层层拨石 你看它这个结构 你看下边都是碎的 但是它还在城墙的根部 就可能当时是炮机留下的 这个痕迹 你看一个坑 然后用其他材料填充 这边也有一个很大的坑 现在靠近历史这么近 就好像当年战争很多场景 可以在这个墙上可以看得出来 当年的场景 你看这块材料 就是这种砖石材料填充的 很大的一个洞好像 看 这边有石质结构 这边有个填充的洞 很可能就是战争留下来之后填充的 所有的历史都在这面墙里面体现出来了 这就是一本书 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城墙上看到一些希腊文字 当年拜占庭帝国留下的遗迹 土耳其人这是在做什么 土耳其人离不开茶 在海边游泳也在煮茶 在这儿烧茶呢 茶 他的茶 还给我说 够的 他还有这样的活 快会享受生活 虽然简陋 但是生活的很美好 我们快走到欧洲老城的这个鸡脚家脚处了 我们现在就走到这个欧洲老城区的直脚了 它最尖的那个部位 远处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欧亚大陆的一号桥 这个船过后就是著名的少女塔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我们在这个欧洲之脚是拍摄亚洲第一桥的绝佳位置 其他地方都不能正对这个桥 在这个位置才能正对这个桥拍它的全景 从欧亚大陆桥的左手边就是欧洲 右手边就是亚洲 哇 这个渔船是怎么回事啊 船上船下全部布满了这个海鸥啊 怎么回事海鸥包围的一艘船 怎么会这么多海鸥围这艘船呢 是不是船有鱼啊 整个被海鸥围住 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所有的鸟都飞过来了 哇 都围着那艘船跑步啊 越聚集越多 围着那艘船 越聚集越多 围着那艘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右下角的免费订阅按钮 我们的节目会随时更新 谢谢大家